大家好,歡迎來到AXN心靈分享 今天是這個小周末 星期五,開心星期五 今天做什麼好呢? 我想想回答一下問題 最近在Youtube看到大家留言 有些朋友留言,非常有趣 我想回答一下 先說一些行政 剛剛答日5月1日 非常開心 我們4月份的生意好得很厲害 基本上我電話沒停過 雖然$99,但也很開心 多謝大家 各位會員在街上見到我 記得打個招呼 拍張照,聊兩句 非常多謝大家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接下來是5月1日 由5月1日至5月31日 現在仍然是$480的年費 如果大家想續會 或者新入會的會員 快點進去 因為6月1日我們正式加價 新的會費是$699 多了$220左右 因為實在很多東西要改善 特別是客戶服務部 我們要找人 最多新會員或者舊會員 可以續兩年的 因為我們明年又會加價 我們每年都會加價 當然將服務做得更好 還有接下來可能會有很多大的改變 第一就是Vincent Pan和Sean Wong的節目 我們就會分拆出去 如果你是Vincent Pan的勇等 Sean Wong的勇等 我們會員當然看到 但是你不用入會 就可以逐集買來看 這是一個新的生意 非常之開心 現在我們正在搞定了 如果大家是Vincent Pan的粉絲 Sean Wong的粉絲 等多一會兒就可以了 就會在購物中心買到 即是我們的購物中心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網站 是有一個新的地方 叫做 雙聚雙店 叫做雙聚雙店 看到嗎? 會有很多我們Worship seminar買的 OK? 快點續會了 之前種椰子油獎品的朋友 就有兩位已經來獎品了 而其他五位你還沒拿 我們都不會永遠等你的 現在我設定的Deadline 就是5月15日 5月15日的星期五 黃昏六點前 如果你不來拿 又或者你不通知我們 給地址我們寄給你的話 我們就會收回了 OK? 因為他放在我桌面上 真的會阻礙我 好了 先回答一下問題 還有很多東西想宣告的 不過免得一次過宣告 留下一個尾尾先 你想聽才聽 很有趣的 我在Facebook 在YouTube那裏 就見到 有些朋友 就留了言 OK? 先回答了 CC Chan 不知道真名假名 CC Chan 他說Astra老師想請教一下 做生意和打工 沒有固定上班時間 怎樣自律和自製 這個 哈哈 你就要學一下 Penny Wong 就是這個 我們業管法則香港的代理 隔西的香港代理 還有Peter Fong Peter Fong 就是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轉型是最成功 還有是說 最快的一個人 我認識她的時候 是一年多前 剛剛Astra 三年分享開始 聖誕 Astra三年分享 就是18年 12月9日開始 我認識她大概是聖誕 就是Penner大概是聖誕 接著就立即約了她 做這個 訪問 然後 3月3日我再見她的時候 她就多了一份長的水晶 本來整間都是鞋店 想做鞋 然後她就很快 她很快就發現 Astra 她說閉鞋不能做 我說你做了幾十年都不能做 於是她的行動力超快 整間變了水晶 然後現在變了水龍珠 我現在帶回一寸小的 因為大那寸實在太大寸了 這樣 然後 然後 你要知道 另外一件事 Peter 他每一晚是三點 是八點半鐘睡覺的 即是現在這個鐘數 他睡了 現在我錄影是未夠十點鐘 是九點十個字 他已經睡了 然後 他是大概兩點 三點 或者三點半起床 他就起床 就做事 精力旺盛地做事 OK 然後 Peter Peter瘋是我認識的人 裡面 最discipline的一個 可以三點半起床 我認識一個人 就是我自己的靈修導師 我第一個靈修導師 Joyce Horvitz OK Joyce是美國的 Atlanta 我先說阿特蘭提斯 Atlanta 阿特蘭大 OK 是美國人 Georgia 喬治亞洲 Joyce每晚三點半 就起床打坐 然後 接著 五點多鐘就梳洗 他的美國人 不敢說 你不要說 所有美國人都是這樣的 很多美國人都是大懶惊 任何國家都有大懶惊 任何國家都有大懶惊 我那時候在美國 即是住的那段日子 很短 住的那段日子 就在我老師的學校做事 然後 他們是每早早六點鐘 晨早六點鐘 就按鐘 是不會差一分鐘 過一分鐘 即是不會說 五點 不知道為什麼你很正 總之六點鐘 就叮噹 我就開門給他們 那我的工作是什麼呢 第一個工作就是 我要煮定咖啡 然後 他們要坐下的時候 我的咖啡是同步擺下的 而我老師 Joyce 每早五點半起床打坐 Peter也是每早三點半鐘就起床 很好笑的 他跟朋友WhatsApp 那些朋友說 喂你還未睡的 我快要睡了 然後Peter說 還未睡 我睡醒了 現在是我一天的開始 那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Peter會成功呢 最近很多人 最近多了人 在我面前 最近有人 就在我面前 就講Peter的 是非閒話的事情 那我就不講了 即是詳情不講了 因為Peter 是這樣說 樹大就招風 特別是 他本來是賣鞋的 又不是真是 新生年來的導師 但是他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又有我去幫他 去promote他 推廣他 我是沒有利益的 除了偶爾有些水晶收一下 或者是有些 請我吃飯 那些當然有的 那 他是很值得幫的 因為他超級無敵地有行動力 然後話說回來 我最近 是收多了兩個Coffee Buddy 那 兩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一個是超級好朋友 一個就是 總之好朋友 那 我看中了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就想將相聚一台的 會員數字 由一千個 就增加到三千個 今年 那就是說 我想將我的生意額 相聚的生意額 是增加200% 對不對 增加2% 然後增至300% 因為是一千至三千 那所以我就要找一些人去幫他 就是那些人呢 就是他的生意額呢 他也是急需要 將他的生意呢 在很短時間之內 譬如我一年了 現在剩下 現在5月5、6、7、8、9、10 剩下8個月了 是不是 就是增加100%、200%、300% 就剛好被我找到兩個人 而這兩個人呢 都是 猜不到地 有超級的行動力 還有就是 他們背後的動機 是非常強的 就是想改變現狀 想改善生活 急速地 去upgrade自己的生活 Peter峰是其中一個 但Peter不是我Coffee Buddy 另外這兩個是 我覺得很欣慰 很開心 話說 很多人都想我和他做Coffee Buddy 因為我會教他做生意 我會把整個business plan 寫過了 會介紹客給他 借了地方給他 那你可能 很多人都說 這時候老師我也想 不過告訴你 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很harsh的 還有我很兇的 去到做事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成功的話 我不會跟你很nice 慢慢劣你的毛 好像我劣了小B小布 你不用指揮 還有我會起你的底 你小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你沒有動力 我是很嫌的 所以你不會想的 你相信我 你不會想的 所以你真是很想很想成功的人 你才可以找我做你的Coffee Buddy 好 然後呢 最近呢 又說回那個 剛才那個問題 怎樣可以自律和自製 就是你自己背後的原動力 要非常大 那 我這兩個Coffee Buddy 最近呢 怎麼說呢 最近有些事發生了 他們 最近有些事發生了 突然間發現 不行了 真的要買樓了 然後跟著他住的地方 因為是普通的樓 是滿足不到他 他需要找的地方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他突然間很有原動力 去做生意 所以這位朋友呢 當你說 怎樣可以自律和自製 如果你的目標太小 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 我想那個生意額呢 我的收入呢 多20% 30% Sorry 這些這麼低的目標 不會令到你早起床的 這些這麼低的目標 不會令到你肯邊拆自己 譬如我說 我就給了錢 給了22000元 參加 走歌壁沙漠四天 你猜我想的嗎 想起都害怕 走四天 歌壁沙漠 又熱又乾 又沒有食物 而且我的腳不是很好 我兩個膝蓋也不是很好 我的腳那邊 就是我左邊的腳邊那邊 又傷了 這樣 然後 走四天四夜 會死了 我想一下都害怕 但是為什麼還要去做呢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 三千個會員 不是錢 如果是錢的話 不如我不要去 我直接不如去金銀業賣金萬銀 我想我一個廣州 我可以賣很多銀 是不是 不是那樣東西 不是純粹是錢 而是 它是一個目標 而這個目標 對我對來說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說 怎麼可以 人很discipline 早點起床 沒有固定上班時間 的話 其實 由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 做生意不同 打工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做生意 是這麼難的呢 特別是 你是一個 自顧 Self-employed 基本上 Self-employed 是不叫做打工的 為什麼我說我在做生意 因為我有請人 當我有partner 有團隊 還有 相對是可以有一天 自己自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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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個 給予一個 passive income 這個被動收入 就是一個生意 還有有人幫他做事 Either他是一個system 或者我有團隊的話 你可以說你是在做生意 什麼叫做生意 就是你走開 走去去別處 一兩個月回來 生意還有錢賺的 那些就叫做生意 一般人做的小生意 是叫做Self-employed 自僱 自僱 比起打工 是難很多倍 難十倍八倍 為什麼呢 在一間公司 你打工 譬如我們以前在大公司打工 有Admin 有行政部 行政部有整個department 有會計部 然後有IT 然後有Promotion 有推廣部 然後有整隊團隊 去做事 我只需要做我厲害的事 就是什麼 賣東西 團隊訓練 motivation 激勵 team building 不斷去recruit一些新人入行 然後搞活動 搞hotel seminar 酒店的推廣會 簡介會 那我就已經搞定了 其實我懂的東西 我厲害的東西 很少的 因為我不懂會計 我不懂行政 我又不懂得IT 電腦我又不懂 廁所壞了 我絕對不懂怎麼做 我連煲咖啡都不懂 真的不說了 我不懂煲咖啡的 那 當你由上班 轉了做 是自顧的時候 第一 你會發現 所有東西都是錢 你的電腦系統是錢 你簡單單單 你做一個Excel 你做一個Microsoft的system 有PowerPoint 有支援 那個都要幾千元 現在逐年計 然後怎樣 就是 你需要很多系統去幫你 當然 如果iPhone 它有另外不同的system 然後 你會發現 你要去郵局 譬如我要去郵局 然後我發現 公司的燈壞了 有些事情 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然後你找人上來做 又說要幾百元 門口做幾盞燈 有些人收我千百元 我說你不是 加兩個燈蛋 那你怎樣 你不認識嗎 你不認識嗎 你是不是給錢人賺 當然 又找很多 有些事情拖很久 拖很久 然後 其實我們匯誌社 還沒有水牌 因為 忙到那個地步 我都不知道 沒有水牌 最近我開始想 不如把水牌 所以 很簡單 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 怎樣可以自律和自製 你就是要自律和自製 沒得怎樣的 是一個決定 好 還有你嘗試 在你的生意中 找到無窮樂趣 譬如我現在拍AX 新年分享 要整個半小時 然後之前 我要去想一下 說什麼好 今天有什麼需要 訊息說什麼 要很多時間的 但是為什麼還要做呢 為什麼我不好像 阿老高 或者其他人這樣 做一個 一個禮拜出一站 然後十幾十分鐘 十五分鐘之內 搞定 有些剪輯 很多聲音效 一來我不懂 暫時 可以找義工幫忙 第二 我根本就是 一個口水婆 我根本就是 很多話 每個禮拜 說十二分鐘 十五分鐘 完全滿足不了 我講話的慾望 對不對 所以 可以這樣 好 另外一位朋友 希望幫到你 另外一位朋友 很棒 她說 Aster 台主 第一次有人叫我 做台主 台主 我聽過 不過很少人叫我台主 Aster 台主 我忽然間 老內有個提示 就是 你用愛、感激、興奮 去顯化 東西 不行 要戴個老花鏡 她說 你用愛、感激、興奮 去顯化東西 是慢的 因為你本身 這些方面能量弱 如果 轉用妒忌或 報復心去顯化 就快很多 因為你這些方面能量很強 事實上 我一生一妒忌 那些東西就 真的很快出現 不過當然是壞的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帶著妒忌 報復身 因為能量較強 去想我想要的好東西 例如錢 那些 那就很快出現 唉 一想 立即有蚊飛過來 我是會員 哈哈 真的有趣 第一 你為什麼假設 然後 她說 我 她說 你用愛去顯化 那些東西 當然是慢 因為你本身這方面能量弱 即是你說我愛 感激那些能量弱 這個是你的假設 差不多是一個侮辱 如果我這方面能量弱 即是我沒有什麼能力去愛 你意思是 我又沒有什麼能量去 她說 愛感激興奮 是我這方面能力弱 如果我感激的能量弱 我就不會創造我現在創造的東西 然後她說 但是如果你轉用妒忌 報復心去顯化就會快很多 因為你這方面強 即是說 你假設了我是妒忌 這個妒忌 報復心是很強 然後你又假設了我 愛感激興奮這些是很弱 為什麼你會這樣 怎樣假設我 我想問一下 你認識多少人 你認識多少人 是會每天做一個YouTuber 然後跟你說 每天都出YouTube片 然後我收到的回報是三五千 最多那個月是五千多 一般來說三千多 三千美 你做不做 如果給你 等於每一晚大概一百元至百五元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我 真是奇怪 然後就說 好吧 算了我不跟你計較 OK 有時候你問東西很有趣 你又要問人 但又說一些這樣 去侮辱別人 真是奇怪 但是呢 她說我可不可以用 這個 妒忌心和報復心去 當然是不行 老闆 什麼人來的 你說話這麼有趣 第一 如果你上網去查過 這個能量圖 OK 這個圖 先讓你看到 這個圖 如果你上網去查過 怎麼可以不讓我的反光燈照 這樣 這個圖 在Google都可以找到 OK 另外一個圖 就是綠色的 又是能量圖 你看這件事 這個是情緒的能量圖 OK 高頻呢 就是什麼呢 譬如說 你有200分 或者200度的話 就是這個 把握機會 信心 肯定 250分呢 就是這個信任 活力 安全感 這個是真的一個震頻 不是一個假設 OK 如果只有20分的話 就會接近死亡 自我封閉 嚴重影響到身心健康 會內疚 自責 接近自殺 這樣 30分呢 就是奧魯 這個 又是自責 自我否定 去到175分呢 就是自我膨脹 抑制成長 狂妄 這樣 好了 175分和200分之間 有條線的 OK 那你不要說 我都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的 200分的話 就是有信心 肯定的 250分是信心 有信任 活力 安全感 310分 真誠 友善 躺開 成長 去到呢 我想我應該是500分至600分之間 500分就是什麼呢 專注生活中美好幸福 不是我經常說的 請你focus在你覺得重要的東西上 OK 我是focus在我重要的東西上 我甚至乎我覺得 如果那些人太過negative 或者是在我身邊 染癢癢 又不努力去夢想那些 我都會把它剪掉的 就算讀書會我都會的 即是出現一下 又不出現 接著呢 又經常都很多藉口 那些我都剪掉了 這些不是我想關心的人 OK 因為用我很多能量 你又要愛 你又不去改善自己 那些我剪掉 甚至乎朋友都會的 就是那些麻麻煩煩 我告訴你 會員我都會的 就是那些麻麻煩煩 很多complaint 有很多藉口 小小事不斷去挖著我 在那裡說說說說說 那些我都會剪掉 不過不會阻止你 那些 那因為你負面的人 太多 這個世界 而且是現在這個世界 越來越多 那我的時間又這麼寶貴 那哪有空 serve 這種人呢 那所以我請你 都是做同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focus 放在你想要的東西 OK 這個也都有一天 我要拿來講一下 因為我最近多了 聽人說 你想要什麼 想結婚 想找個男朋友 但是我感覺到他背後 是很 很desperate 就是很 很沮喪 很絕望 想快點找個男人 挖著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case 的話 你不是真的需要一個男人 你不是真的需要一個男朋友 你需要的是內在平安 你需要內在平安 還有你需要的是self love 是自愛 OK 好了 去到600塊 600塊 600塊 就是完美和平安長 540塊 是樂觀慈悲 非常有耐性 那我想我介乎 500到600之間 那在那裡擺動 700到1000 就已經是合一 無我 當然沒有我份 是不是 哪有這麼高 這麼高坦素呢 去到400也不錯 400就是開始有智慧 創造者 什麼叫創造者 就是你知道你是你生命的源頭 你知道你的生命所有東西都是你的一個創造 外面 外面 並沒有敵人 OK 然後所有東西都是你內在的投射 那你就知道 嗯 我可以create這件事 create那件事 那今天呢 話說回來 我就跟了Sammy出街玩 OK 那Sammy有輛車 我們住得很近 那今天呢 就駕駛了車去做什麼呢 就第一 陪他做事 你知道他去A記 是不是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去找地方吃東西 那今天找地方吃東西很艱難 因為今天佛彈呢 很多人放假 周圍一些 即是可以泊車的地方 都泊到爆了 那麼我們就找一個地方 結果被我們找一個地方 嘩 又好吃 還有地方泊車 但我不會告訴你 因為說了出來 就大了 以後就連那個地方都沒有了 你竟然有個地方 是很好吃一些東西 奇妙 OK 然後呢 之後我們做什麼呢 那 那就去看樓 OK 看樓 因為你知道我年紀都不小了 今年都 今年生日就這樣 Oh by the way 我是7月15日生日的 OK 今年呢 6月6日我們會開派對 7月15日是我正日生日 其實到那個時候 應該怎樣都什麼令都完 是不是 嘩 今年的生日是星期三 那可能就會是7月11日 7月1日 OK 7月1日 或者是7月12日 星期日就會開派對 這樣 那就 嗯 嗯 是的 然後就 明年6月1日 我就決定 然後呢 就會 離開相聚的 嗯 就不拍攝節目了 OK 那 ExtraZone離開到時候就算了 講那麼久以後的事 然後就會 全力去找一些有質素的網台主持來做節目 那我就做監製的角色 OK 嗯 那我們今天去做什麼呢 就周圍去看樓的 就由這個青山公路完線 然後就辦過去大埔 然後去到這個丁國路 然後去到Sami 因為Sami很熟那邊的交通 那我們一路開車一路聊 就是 到底哪裡老了好住呢 那他沒有我這麼大年紀 Sami只有四十多而已 那我帶他很多的 不知道帶他十年八年 那樣 但是我們都很配合的 算是 好玩 玩很配合的 特別是 做事夾 做事很容易夾的 Anyway 那跟著呢 我們找到一些挺不錯的地方 就是我們兩個都覺得風水好 因為我們想著 以後呢 我們要住附近的 OK 然後跟著呢 就 either 樓上樓下 或者 我就一定想住回村屋的 因為我從來沒住過村屋 那還有都 大廈的生活 我都住慣了 住夠了 住了五十多年 那些不夠 但是如果我一個人住在村屋 我又覺得很害怕 因為村屋 冷的時候特別冷 熱的時候特別熱 蛇蟲鼠也特別多 而且我還沒住過村屋 那是另一種生活模式 Anyway 到時候考過車牌 考過電單車牌 那如果Sami住在附近 然後跟著 家人住附近就好了 是不是 那 那 我突然說這件事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說 去到這裏 其實我講講能量圖 那 如果 譬如這位朋友說 他說 我可不可以用妒忌心 用這個憤怒去create 當然不行 因為 OK 感恩是一個很高能量 感恩是整個list 這個list是沒有講的 但實際上感恩 是一個最高層次的一個能量 然後還有Joy喜悦 喜悦 喜悦是什麼呢 不是經常我們講一句話 Money follows Joy 金錢 是喜歡跟著一些開心的人 OK Sami是一個開心的人 Peter風和Share 是開心的人 高師傅 Yanny 或者 現在我們合作開一群 Meku Melvin 他兩夫妻 John 被我們感染到 他變成一個開心的人 我在我身邊 放了很多人在我旁邊 然後跟著我們 而這群也是我們相當了一台 99會所的一群團隊 我們的導師 我們的合作夥伴 還有一些其他的 OK 那些不說了 那 我整群朋友都是很感恩 做生意很公平 還有說是很 很nice 很fun loving的人 所以這位朋友 這位所謂會員 是我們的會員 所謂會員 不是所謂會員 他真的是會員 那你說的這件事 他叫做燈X雲 中間那個字 我不是很懂得讀 燈X雲 你知道我在說你 那你沒有辦法 是用一些負能量 去創造一些正能量的東西 那你說不去 那些黑社會 Money Laundry 洗黑錢 奸淫努略 那些人他們都一樣創造到 搞清楚 他們創造到 是因為他們前世是修橋補路 所以今世他做什麼都好 都是會找到 但因為今世他們 譬如黑社會 或者是Money Laundry 或者是靠賣軍火 買什麼的人去自負 就是說你用一些 去傷害別人的工具 傷害別人生命 毀壞別人家園 令到別人迫糧為槍 出賣身體去賺錢的人 是必定落地獄的 OK 而地獄不是一樣 你覺得好玩的東西 就算簡單單 將你混在一個 全黑暗的地方 一千年兩千年 然後你不可以出來 你又不會死得 就夠死了 所以大家不要羨慕這些 不要說 哪個哪個很有錢 或者哪個怎樣 其實他爸爸是做什麼生意 你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他爸媽是做什麼生意 如果他爸媽做的生意 是骯髒骯髒的 所有的罪 是會連累三四代的 就是說 你寧願你爸媽很窮 但是你爸媽是一個善人 一個好人 他們的錢為什麼窮 因為他用來幫他 周濟窮人 周濟比他更加窮的人 然後他去公書教學 然後他走在正義的路上 那你第二代會更加好 第三代會更加更加好的 那這個窮只是一個一時之間 所以我想我們香港地 有一個非常之差的文化就是 總是覺得有錢是很好 譬如這個人一問就是 我去想想要一些好東西 例如是錢那些 其實你都應該知道 我們地球正在變 如果你還是追求一些物慾的東西 或者你追求一些名利權的東西 或者你追求一些 錢啊 這些東西很歐的了 你會 怎麼說呢 因為已經28分了 OK 我們人是生活在一個虛像裡面 我們是被很多的制度 和幕後一些很少眾的人 控制著我們的生命 地球是一個靈魂的監獄 然後這個為什麼是一個監獄呢 那個監獄就是什麼呢 大家就好像那些菜狗呢 前面有個兔子的電套 有沒有見過那些菜狗呢 有個電套在圈圈圈 那些狗狂追一隻套 又或者是那些 那些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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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是修總之法則 不是說你修行嗎 那我要行苦增 我要做苦增 要苦增 不是 錢這件事是千絲萬縷的 不是一時一刻說得到 但是這位朋友 阿會員 你說的 第一你將我講到這麼差 我找日就找你算帳 說笑而已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第二 我發覺你說的東西 其實你對錢的understanding 那個了解 近乎零 如果一百是已經通了 八十 就已經是大 就好像我 我當我八十 我八十就已經是 總之法則是吸回來的所有東西 有passive income 不用再擔心 可以有很多錢去做善事 可以吃喝玩樂的話 我想這位朋友 可能是十或二十 那個層次非常之低 那所以你真的 快點買回我們的 這個婦女一年金術的DVD 錢是一個修行來的 為什麼我很喜歡總之法則呢 就是因為 從修行中自負 從智負中修行 OK 這樣 就隨時回答這兩個都已經29分了 那就講到這裡了 好 話說回來 我們總之法則 就很多人 最近多了人問我們 什麼時候會開讀書會 現在我講日子給你聽 OK 那就是夜考 夜考就是五月二十七日 五月二十七日 即是五月的第四個星期 那我們就會開新書 那新書是什麼呢 修行者的秘密花園 OK 修行者的秘密花園 那你可以五月十三日 那個星期三晚 或者五月二十日 那個星期三晚 來sit in一下 去feel一下我們的能力 你喜不喜歡 OK 因為如果你join的話 你要join全程 我不會想你這個星期join一下 然後下個星期又說頭暈新興 再下個星期又來一下 再下個星期又說 婆婆生日來不了 再下個星期又來一下 再下個星期又說 要搬屋 要搬寵寫字樓 這些我不是很歡迎的共修 OK 我給你一個心理 我commit給你 我也想你commit給我 所以大家可以 在五月十三日和五月二十日 來sit in一下 OK 那就不是說你join了以後 不准走 大哥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我想你認真一點 去對待這件事 OK 而日效呢 我們就會是六月三日 OK 六月三日 即是下個月的第一個星期 星期三下午 就業管百發則就會開新書 OK 會開新書 那你可以 都可以下午現在來join我們sit in OK 但是如果報名不來的話 我們是會列入黑名單的 你如果報名 跟著又不來 不通知 不交錢什麼都沒有的話 你交錢不來 你都要給我一個好借口 OK 如果報名不來的話 我們會下一個黑名單 以後你再來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給不給你來 OK 所以不要搞這些事 但你可以來 這個月呢 我們就會 你來sit in 總之你下午也來 夜晚也來 我來 OK 接下來星期六 夜晚 7點至9點 星期六 5月2號 John老師 John O 會帶冥想班 會帶一個叫阿特蘭提斯的冥想班 是水晶冥想班 會擺一個陣子 由大家去打坐 只收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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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假是12個 我們都不想收那麼多 始終都要顧及大眾安全的問題 OK 最後一件事 奇門遁甲的高班 5月21號星期四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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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來說 我們當然只收回之前三班的學員 是吧 但如果你很想加入我們第四班的話 因為真的很好玩 還有說 阿老師教得很好 阿高師傅教得很好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快點買回我們的 這個奇門遁甲的網上課程 OK 網上課程便便宜些 那你買回之後 就趁這幾個星期 就溫回那六堂的書 溫完之後 你就可以加入我們 5月21號的班 好不好 這樣 好 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你的節目的話 給我們一個like 訂閱 按鐘仔 看廣告多個一分鐘 分享你的意見 分享連結給朋友 成為相聚的正式會員 快點成為會員 那我們這個480元的年費 就是去到5月31 這樣OK 拜拜